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七月十三 那就是九月三号 星期天 就是明天 所以是大师之菩萨的圣诞日 那么下个星期二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中元节 七月十五 那希望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要特别当心 身体啊 家庭啊都要当心 中元前 会有很多一些 不是太顺利的事情发生 好 下面就开始跟大家简单的继续讲一些白化佛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 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们慈悲心就是清凉地 什么叫清凉地 清静 这个比较能够安静冷静的地方 所以 慈呢 就是要自己要快乐 给人家快乐 这个悲呢 就是给人家以同情心 上次台长跟大家讲的这个 所以呢 我们说 有时候呢 聪明呢 并不是说代表了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一定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呢 他容易舍 他就能得 但是没有智慧的人呢 他不能舍 所以他也得不到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要经常培养自己 无我的境界 如果你无我了 那你没有自己了 你哪来的怨恨呢 你哪来的苦恼啊 哪来的贪欲啊 所以 没有贪欲 没有苦恼 没有怨恨 你就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没有 哪来的 你自己的痛苦啊 就是没我了 无我的痛苦了 所以这些都是哲学的 因为你用无我心 在这个世界活着 你就没有我 哪来的怨恨 对不对 没有苦恼 没有贪欲 但是 既然你在生活当中 已经没有怨恨 苦恼和贪欲了 那你哪来的我呀 你更没有我的痛苦了 所以我们的心 一定要正 所以 人 这个世界 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欲望 欲望在于喜爱 很多人有喜爱了 那么 就会怕失去 有的人 有恨别人的心 就怕 这个 就希望能够 尽快的去报复 所以呢 有真恶心 那么就慢慢的痛苦产生了 因为恨人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能行善的 应急速的去行善 那这样的话呢 把自己的罪恶心 就制止住 能 积极 行善的人 这个 这个心啊 就比较 欢喜 心中 生出欢喜心 那么 如果你心中有恶 你可能 就会 自己在 行恶之中 不知道 这个 积恶成苦啊 把这个恶 积累成恶的 恶源了 那么就受到 很多的苦了 所以 一个人 一个人 如果 行善 应该 懂得 做善 一个人 如果 这个 行恶 他应该知道 这个 恶业 随行所报 如果你只要 这个 行恶的话 你一定会 报应 有时候 行善 没有得到快乐 说明善业 还未成熟 所以 善人 善人 做善 知善 必报 所以 他 以善 养善 就是 以善业养善 等待 善业成熟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到 善业 到来了 所以 你看像我们 学佛修行的人 我们 知道自己在做 善事 所以我们 不着急的 因为早点晚点 我们都会 非常的 这个 有善报 所以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懂得一个道理 这个 佛陀啊 能够教导我们的 我们都要好好学 佛法 教育我们的 我们都要好好修 佛给予我们快乐 叫做慈 替对方解决痛苦 叫做悲 将心 比心 我们 我们身同感受 就是 同体 大悲 就叫大慈爱 如果你不分 亲属 不分你的敌人 同样看待的 这些事情 帮助 叫做大悲 所以我们的心 有很多种作用 有的作用 因为坏的 一年进入了 八十天中 你会做出不利于自己 和不利于别人的 恶的一年 如果你的善缘 进入了你的 八十天中 你每天会做的 好的事情 会做的 利于众生的事情 也会利于别人 也同样利于自己 那么人 为什么会做错事情 恶呢 行恶呢 就是因为有迷茫 没有迷茫 我们求了佛 才会有觉悟 如果你没有迷茫 你有哪来的觉悟 所以 有时候我们 在人间吃点苦头 做错点事情 能够用智慧来解决 这不就是 这个烦恼即菩提吗 离开迷茫 就没有 就就就 离开迷茫之后 你就没有觉悟不觉悟的了 因为你离开的迷茫 你就 就是本身就是觉悟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障碍了嘛 所以呢 怎么样能够去除障碍 实际上觉悟 那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 婆法经常讲一句话 要调育自己的身心 就是在 处理感官快乐的情况下 要尽心 尽意的观照守护自己的心 不要让感官刺激 侵入自己的心 要把自己从外在的诱惑当中 认清方向 把他自己的善良的心 把他解救出来 解救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学佛修行 我们关照自己的心 我们才会了解 引起痛苦的真正原因 那么了解自己痛苦的真正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事起的作用 你心里的意识 我们去做任何事情 你做了对别人有害的 和对别人好的行为 这都是引发你 烦恼和解脱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 如果你今天经常去做 害别人的事情 紧接而来的就是烦恼和痛苦 如果你今天 完全是做善事 会引发你的快乐和慈悲 所以每个人 我们都要向学佛人学习 学习他们的精进态度 有时候 我们要和精进的同修一起修行 也不要和那些愚痴之人 和那些没有善心善念的人 一起工作和修行 因为反而会把你从那种慈悲的心当中 调解到那种称恨心当中来 所以 台长关照大家 时时了解自己 时时能够让自己 不伤害别人和不伤害自己 所以 你的苦恼 烦恼和痛苦就没有了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